哈囉大家好我是Moya 今天呢要去染頭髮 可以看到我頭髮離上一次染 已經是大概半年前的事情了 那其實我不會很常染頭髮 因為我的頭皮其實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呢我都會隔比較長一段時間才燙染 接下來又要染了嘛 所以我大概已經兩三個禮拜 沒有自己用補色或是那種角色的產品來補色了 所以我頭髮就會變得有一點黃 那我現在就是在國道上面 那我們就出發吧 就是我今天想染那種霧面奶茶色 就有點霧霧帶點灰灰的那種感覺 因為對我上次是染紫紅色 然後這次就想說換成冷色調 換成只是髮的部分 因為之前可能很常飄染 對 所以尾巴的部分可能還是會幫你修掉一些線 好 因為怕它待會飄對的時候 它會承受不住一樣 哦好 然後顏色的部分 因為本身有紫蘭卷 對 然後我可能會幫你做有點漸層式的刷染 就不會說是枕頭的 好 因為你的頭髮大概都是半年染一次 對 半年染一次 所以我會幫你染做一點漸層 就不會說髒之外的布丁頭 嗯 色彩會很大 嗯嗯 好 根部的地方沒有做飄對 它可能會比較忍中色 忍中色 然後尾巴的那種混血感 那種蜗蜗的那種感覺就比較明顯 好 對 好 那待會先幫你做一點拆檢 拆檢完之後我們就進行飄對 好 然後今天飄對的部分 尾巴你用比較低怕數 嗯 分合飄對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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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樂不太適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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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這次是要求比較偏灰色的感覺 那會不會有些客人就是要求 其實不太適合他的顏色 音樂不太適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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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會跟他講就是會建議他適合 但如果假如說他還是很喜歡 還是會罵人 還是會消費者喜歡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說適不適合 我覺得要自己開心喜歡 對啊 那會不會有那種選擇障礙的 會 可是通常遇到障礙的可能 我就會給他兩個選擇 就是我可能會先問他說喜歡什麼顏色 跟不喜歡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問他說 你喜歡現在很漂亮 還是顏色越推越漂亮 就大部分就還是可以告訴你一個 對就是一個方向 舞蹈那種可能就會讓我們會挑 對讓我們會挑 就是做特調的顏色 就是可能跟你說你決定這樣子 對我決定 然後我就把門單那種 越推越好看 哦越推越好看 讓消費者回去是有享受推色的問題 那我今天這樣也是 對可能剛開始不會說到 就是你想的顏色 可以說越推越好看 就洗幾次都反而比較好看這樣 可是就是不管什麼顏色 只要藍燈的色 其實一定要洗角色洗髮精 哦 那像角色 護色跟補色 你是會比較建議哪一種 像如果假如說一般消費者 藍燃啊 色啊 或是那種比較金黃的 我就會建議 可以洗 護色的洗髮精就可以了 對 它可能不需要補色 因為它本來就很黃 所以你一定要去增加它的霧肝或什麼 因為它就是喜歡黃 所以才會染到鴨毛 或是偏黃的顏色 如果假如說 染那種灰霧肝 或是有一點點粉感 不會建議洗角色洗髮精 角色洗髮精 然後補色的部分 除非你這個呢是 漂到很誇張 對很白很白 對 可是我是底色太強 我覺得那種才適合去洗 因為如果假如洗補色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含很大量的人工射出 因為它會導致就是 你可能像是要染髮 會有卡色的問題 喔就是會影響之後 對可能就是你又要再破壞一筆錢 跟一段時間去處理 那種卡色的問題 然後髮質也會更好 也會更不好 喔 所以就是還是要挑這樣子 可是像我看有的角色的產品 也是會有顏色在裡面 那就是正常 那正常 其實就是只要洗一般的角色洗髮精 不用說什麼洗什麼 紫紅啊什麼 就沒必要 沒必要 就挑正常的角色洗髮精 就是有點帶紫色 對對對 正常的角色洗髮精 它就是只是帶紫色 嗯嗯嗯 就不用特別去挑 奇怪的顏色 那像我這樣會很嚴重嗎 就是 你原本啊 卡色或什麼的 有一點 對 就是因為你之前染是紫紅 對 然後你有洗脂 其實髮尾還是有點卡色 所以剛才還是有把你用那種 低雙氧的溫和條腿 對 把顏色帶掉 所以我本來 就是有一節有點綠綠的 就是因為有卡色 對 那就是卡色 那就是那個洗髮精 那邊放的就是最大隻 哦 就卡在上面 懂了懂了 那以前就幫你吃的 對 那兒 是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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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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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